健康同学会 同学会健康 欢迎参加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健康又聪明的爸爸妈妈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小朋友方面的迷思 小儿叫儿童照护的问题 要值得我们一一来探讨 我们请到了很多专家来 而且他们做了一份 最新的调查 对 没错 当然包括潘老师 所以请潘老师 先告诉我们今天的 保健室电子报 最新一期的 这个柯克伦文库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呢 他讲到这个西 就是这个一个石头边 在一个西边的西 那这个经常在我们这个 讲这个健康同学会的时候 会提到这个东西 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很多食物只要含锡 就可以增强免疫力 还有什么提高这个什么 抗病毒 抗细菌的能力 然后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很有趣 可以提高我们同学会 观众朋友的一些知识 所以因此我把它拿来 在保健室电子报跟大家讲 那这篇文章是由德国柏林卫生研究院的一个丹纳博士 所发表的 那么他的研究要告诉大家说 高激量的补充 新并没有办法有效的预防 特殊的几种癌症 包括皮肤癌前列腺癌跟肝癌 那么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西是人体必须的矿物质 我们的矿物质基本上分成三种 一种是我们的所谓的经常需要的而且量要比较大的矿物质 像大家所熟知的甲 钠 钙 钙等等的 那么一些是微量的矿物质 比如说像锡 鑫等等 这比较微量的 另外还有是完全都不要 一点都拜托你都不要进来的 像这个什么拱 钳 拜托你什么都不要进来 所以锡是我们必须的矿物 不过它的量并不需要很大 它是属于这个少量的 我们需要的一个矿物质 那么这个矿物质在身体里面 可以合成50多种的吸蛋白跟吸酵素 所以显然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蛋白质跟酵素 确实需要吸 而且这些吸酵素具有一些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防止这个脂肪酸过氧化 那么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所以因此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膜 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的基因不受 自由基的破坏 同时吸酵素还可以调节甲状腺素的功能 避免甲状腺遭受自由基的破坏 而且还可以活化跟分解甲状腺素 所以总的来讲 虽然这个吸需要的量不多 但是参与身体里面一些生化反应 跟一些所谓的代谢反应 它确实有一些功能 确实有一些功能 那么这个吸的含量最高的部位在哪里 在肌肉 占全身总吸量的百分之五十 器官当中也有含吸 包括肾脏 包括肝脏 跟红血球里面也都有含吸 那么我们台湾民众里面的血液 经过研究 知道吸濃度大概是一百cc的血液里面 含有八到十二维克的这个吸 卫生署建议每人每天有饮食摄取 大概在五十维克就够了 那么这个吸普遍存在在大气环境当中 包括土壤 那由于植物性的这个作物 会因为种的地点不同 因为每一片土壤里面含吸的量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因此你种在不同的土地的时候 它所得到植物含吸的量 就会略为不同 不过动物性的食品含吸量 就相对非常稳定 因为动物性的这个含量 就跟人一样 它存在在很多的蛋白质 跟酵素里面 所以它的量就比较稳定 所以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如果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想说 那既然吸参与这么多的蛋白质 什么的 那你如果想要摄取到它 我们建议从天然食物摄取的话 包括肉类 所以像动物性的肉类就很稳定 包括鱼背类 那植物性的话 包括玉米 小麦跟黄豆 都非常的多 所以像我平常很喜欢吃一些玉米 黄豆 基本上这个吸就会足够了 那假使吸不够的时候 当然这个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在美国有一个地方 很特别 它那个土地里面完全没有吸 那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么如果是完全没有你吃植物 吃不到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容易下降 感染病毒 减弱人体的抗氧化能力 而且可能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 那当然刚刚提到跟甲状腺素调节有关系 所以也有可能造成甲状腺 肿大跟甲状腺肌能的抗净 不过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胡乱补充吸的话 问题也来了 它可以造成中毒 而且症状包括恶心 呕吐 毛发掉落 疲倦 皮肤疹 指甲容易碎裂 所以因此 经常有人问我说 从指甲看健康 我指甲都碎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指甲容易碎裂脱落 其实是跟吸中毒有关系 就是吸补充太多了 那卫生署建议刚刚讲每人每天是50维克 最多不得超过400维克 所以等于就是说400除以50的话是8倍 就是你大概50维克就够了 超过400维克就是超过了摄取的上限 那么这一次的德国教授做的这个实验 他找到六篇的临床试验 将民众分成两组 第一组每天服用高剂量的吸 这个吸他不敢超过400维克 他只给了200维克 就是50乘上4 也就是每日建议量的4倍 每天给他补充200维克的吸 那另外一组 没有任何的吸补充 就正常吃一个淀粉片 不过你不知道 就是双盲实验 最终结果发现 摄取高剂量的吸 达到每日每天摄取的4倍 都没有办法预防黑色素癌 以及前列腺癌 跟也没有办法预防肝癌 那我替各位同学查了一下 我去看这个综合维他命 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厂牌 我不能告诉你哪个牌子 我看它里面含那个吸 20维克 20维克 所以差不多够了 这个综合维他命 我认为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丹纳博士认为 虽然这个吸在身体里面很重要 为了避免大量摄取这个吸 反而容易罹患很多的吸中毒 跟糖尿病 所以建议不要大量的补充吸 也不要听信任何的保健食品 说我这个吸吃下去很多 会怎么样 都不要相信 你就从日常生活中补充 那么如果说偶尔你真的是 这个害怕 怕不够 你就补充一颗综合维他命 那因为综合维他命里面呢 它有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C的吸收 而且当C跟维生素E 共同合作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这张教育第三十三章的老师 目前是领口长的儿童医院 不管是新生儿科 还有一般儿科的主治医师 朱世民 朱医师好 好 我刚才想说 这个小儿科医生什么最多 你知道吗 什么最多 玩具多啦 因为想说钱最多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去看 贴纸啊 对啊 贴纸多 玩具多 贴纸多 对 好 另外我们今天有校刊的代表 因为这位老师呢 他做了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 我们又欢迎是 康健杂志副总编张晓慧 张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对 你看人家康健杂志做得好完整 儿童就医指南 对 对 所以我们爸妈呢 有这个就医指南 应该很容易方便查阅 没错 有时候一天看不完 这个一个月翻译也不错 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怕这个 从小儿到青少年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翻译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对 好 另外是五年六班王瑞玲 瑞玲好 嗨 大家好 我今天是你妈妈 而且各位老师好 今天只有我是一个同学而已 我们也是 而且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现在我小孩子13岁对不对 你知道接下来我要继续迎接 另外一个新生儿 所以我更要听 不能讲 好 知道了 真的啊 那这是一个喜讯 终于成功了 那继续 好 了解了 所以你有这个大小孩的问题 而且都一样要看小儿科 因为未满18岁的还是看小科 我们家的13岁 对啊 所以接下来 我又还要再继续看小科 所以我要要评论一遍 你知道吗 刚开始的那个状况 其实我们讲的儿童 所以你活中高中也是看小科 会不会有一点 等一下我们会调查 会告诉大家 对 你看 这也是我们爸妈的迷思 对 迷思 好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会讲七大儿童的 照护上面的一些迷思 我们先讲第一个 孩子在长牙的时候 常常会发烧或者是腹瀉 应该是对的吧 我们常常就是 爸妈跟我们讲说 小朋友发烧 你可能是在正在长牙齿 我到现在也是 还这么认为 真的 你现在还这么认为 你看 你看 这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 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 错 是错的 因为长牙本身并不会造成 宝宝发烧或腹瀉 美国德州儿童医院说 这个乳牙萌发期间的宝宝 顶多是会有点烦躁 或睡不好 如果出现发烧 腹瀉或其他的不舒服 其实是不是其他的病毒 或细菌感染 并不是因为这样 可是你来看 这个调查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看 也就是说 观念错误有将近七成 所以认为对的 对 就认为会发烧 或拉肚子 就长牙受 一百个家长有六十八点五 对 将近七个 观念都错了 对 七十个 所以我们 像我们刚刚两个 也是那六十八点五之一 那也没有什么 北根小的事 不是 可是 可是我要问的是说 重点是我们要纠正 对 不是 纠正没有错 但是我们家小朋友 真的在长牙的时候 他有发烧 但是没有腹瀉 这个是不是把两个 应该把它拆开来讲 对 因为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是要长牙的时候 他就烧一次 然后后来发现到 问题在哪里 吃东西完没有刷牙 所以造成病毒细菌感染 注意事实 让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答案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实际上 在儿童发牙的期间 并没有发牙 这个会发烧的相关性 没有那个关联性 当然有时候在发牙的时候 牙龈本身会因为腹肿 会有点类似发炎的反应 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温度上升 但是如果说 如同刚刚瑞丁所提到 如果说有温度超过39度以上 这可能就跟这个发牙本身 应该是不同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可能应该去寻求 是不是有其他的感染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 在这个发牙的时间 也是非常容易得到其他 类似于病毒感染 或是一些细菌感染的 一个高峰时间 所以大概应该是这个观念 应该是要把它理清 那腹泻也没关系 也没有关系 当然在发牙的这个时间之中 也是小朋友 当然有可能因为他局部的疼痛 咀嚼不是那么样子的完整 当然有可能让食物下去之后 变相对消化不好 会引起类似于肠胃不适 但是绝对不是发牙 这件事情所引起来的 那小朋友长牙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他的排列整齐吗 还是牙齿的长 他有基本上的一定的顺序 不过在发牙的当下 我想可能要让孩子觉得说 不要受到那个发牙本身的不适 当然有时候家长可能要 有时候会痛 对 然后可能 有时候可以让他局部 吃冰淇淋 我都要让他摸那个 跟狗骨头一样东西 真的啊 那种东西 不是啦 就是类似那种食物 比如说 那个鸡骨头熬完了之后 他就去咬那个东西 因为他会不舒服 是不会太硬的吗 他就不舒服 你要不能咬那个塑胶的东西 你现在第二个小孩 应该就会比较有经验 对 第一个都已经长成这样子 那发烧就没有什么关系 知道是另外一回事 就会想说他发烧不是这个原因 是别的原因再去注意 那时候你是算证券这边的 不是啊 我一直以为 因为刚刚医师有讲说 是39度隔 没有他就是横横 就是有点点微烧的那种感觉 对 那个小孩子的体温 本来就比我们成人要高一些 对 对 对 没错嘛 而且有时候他在长牙的时候 他不是一颗一颗慢慢长 有时候是他同时会有好几颗 所以他这样蹦出牙床的时候 小孩是会比较不舒服的 对 潘老师应该也很有经验 他生了三个 对啊 三个 人家说 人家说第一个是照书养 对 拿着书养 没经验嘛 第二个照猪养 对 对啊 因为都很有经验 都知道随便吃 照照 第三个 随便养 随便养 自己用 就连理都不理他了 搞不好 照猪养跟随便养的 还比会健康 更强 因为那个第一个就是这样 就是新生第一次当爆吗 新手爆吗 观念不对 对 还养得乱七八糟 所以我现在第二个 要照猪养好吗 老大都好可怜 但虽然是这样子 回到正题上来讲 就是说呢 如果小孩有发烧护户届 还是要送到医院去 给新生和小儿跟医生看 对啊 对 因为呢 为什么呢 这一题的错误 并不是表示说你要放心 他的错误只是说 你不要因为发烧腹届 又同时长牙 所以你就不去看医生 因为你发烧腹届 如果同时长牙 你会讲说 这就在身上脱去嘛 不要乱推 这就正常的嘛 对 正常的这样免去 不行 是是这样 所以我帮你衍生 这个重点在哪里 是说如果他有发烧 还有腹届 你就去看医生 你不要看到有出牙齿 说这个没事 错 对 错 所以赶快去看医生 才是重点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迷思 所以是39度的时候 要注意 那第二个迷思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说我们小孩子 逐渐长大了 我们刚刚这个 比较像小朋友 小小朋友 那大了一点 他有时候跑来跑去 坐不住 你知道吗 尤其小男生 我们就怀疑他说 是不是过动 你要不要带医生去看医生 像那个吃饭 这样追着跑算是吗 还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交好 这我不知道 通常骂一下 搞他就不错 真的吗 真的过动 我觉得可能要 有比较严谨的 医学上面的定义 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叫过动 不能说所有小男生 都是过动 我今天想说 吃太多舒服 其实是不是也会过动 我们请副总编报 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我们在这一次调查 调查了全台湾 用电话访问 全台湾的 1080位的父母 就是去电话访问他们 就问他们说 小孩跑来跑去 坐不住 上课不专心 大部分是过动症造成的吗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 我觉得答案是错的 也是错的 对 其实事实上 过动症这件事 其实现在在 小儿心志科的门诊里面 大概有七到八成 都是在看过动 可是过动 它有很严谨的定义 像刚刚安德讲的 就是说 好动不见得等于过动 好动不见得等于过动 对 那你过动里面 其实也有不专心 这样的症状 所以比方说 我们在问到说 三岁的小孩子 他其实是开始 在摸索外面的世界 他其实不见得 听爸爸妈妈的 很多我们在百货公司 看到他们 爸爸妈妈会用根绳子 把小孩拴住 对 就是因为他在探索 那个环境 所以 可是如果他上了幼稚园 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 他就是比其他小朋友 每个小朋友 瞪大眼睛在看的时候 但是这个小朋友 特别他就是会 喵喵熟 然后跑来跑去 没有办法 专心的时候 老师反应给家长的时候 家长不要认为说 这个没有问题 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 诊断跟处理 当然我们在这次 问到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有超过六成的父母 认为说 这就是过动 不专心 坐不住 就是过动 其实他有他医学上的定义 对 来 那医师帮我们补充 好 其实事实上 过动这个名词 在医学上 它是一个 有几类型的 那个行为模式 那当然这样子的问题 平常在门诊的时候 也是非常受到家长的关心 我们台湾话 常常有时候说 说有些孩子 家长说 你脚趁小钉 坐不住 常常有时候家长就说 我这孩子是不是过动 其实事实上 过动在行为模式上 大概有分成 就是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就是所谓的名词上的 真正的过动 或是说有时候小朋友 就是所谓的冲动的行为模式 那这样子的几种模式 在儿童心治科的门诊 里面有非常严谨的 而且以及有非常明确的 一个诊断的条件 不过基本上 一般用临床的经验来看 约略在将近一岁半左右的孩子 它大概有几个模式 我们可以确定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可能 需要让家长去做 进一步的心治科的门诊 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孩子 在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是不是直接 可以跟我们眼神 有办法互动 有时候孩子如果说 我们在喊他的时候 他眼神可以跟我们互动 这个部分大概 这个孩子的注意力 大概就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 比如说我们给他 一个手指笔相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电视 他如果眼神 能够马上所谓的定性 定位性指标 知道在哪里 他大概就OK 我们先进来广告 还有好多好多的迷思 等待着我们去纠正 发觉到目前为止 两个都错完蛋了 我们两个都在里面 可我可能因为 只生一个的关系 我应该在随便养 在随便生 可能这样子 我的观念会纠正好一些 我也一个而已 而且那个校刊代表 张老师也一个 也是一个 瑞领现在没有了 他晋升了 没有他一个13岁下 我也是照这样 我的观点都还在错误 对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很多 很多真的要纠正 很重要 然后回来之后 再继续为大家来分析 欢迎回到 五七健康同学会 好 我们刚刚大部分 一次有讲到一些 这个身心的一个健康 那安全了 对不对 安全的问题 而且我们小时候 那个不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把那个小朋友 生出来以后 真的时时刻刻 父母都会担心说 你不要跌倒 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小朋友 都希望一直在我们眼皮边上 我们能够看得到 有时候一转眼 看不到就很光张 就没想到他在我们背后 对不对 就太紧张了 所以真的要注意 那是你 压到他了 压到他 好 那就要考考大家 以及电视前面的家长 我们这个小朋友 最常发生意外的地点 是在哪里 来 瑞领告诉我 所以你们觉得呢 应该是在学校或户外吗 应该是在户外 户外是不是 因为户外的危险比较多 所以我跟你讲 答案是错的 因为我真的是个过来人 因为家里才是真的 非常危险的地方 这是从嘉一奥大学 科大针对12岁以下的 孩童研究的发现 有超过六成的儿童事故 伤害都发生在家里面 居家 尤其是道路 学校以及户外 其次才是 你看大家的观念有多多多 你看大家观念错误 这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证据只有42 我说我为什么感受那么深 因为我小时候 那我觉得家里是很安全的 然后我姐抱我 结果你知道我这边额头 摔了一个脚在哪里 床脚 然后这个疤在哪里 在家里的餐桌下面 我这里鼻头有一个疤 然后是床 就是那个餐桌的下面 对 脚脚去弄到的 然后烫伤在哪里 在我们家浴室烫到的 所以你家里危不危险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很好玩 就是怕孩子太危险 他干脆拿那个胶带 把那个孩子放在家里 就都在视线之内 所以你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 你姐姐或者你妹 你姐姐是不是 你姐姐折磨你的痕迹 对 就是每一脚 这就一个疤 然后鼻头 对 那个餐桌下 鼻头就一个这个疤 然后浴室里面 就烫到一个疤到现在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真的是居家 真的是居家的 其实根据台湾 就是事故伤害预防 以及那个安全促进学会 他们的一个分析 大概分析了 差不多一万多个 就是伤害的个案 发现到六岁以下的儿童 其实他们发生 意外事件的主要位置 其实反而就是在家里面 我们总以为 家里面是最安全的 但事实上发生 意外事件的最大的位置 其实是在家里 家里的哪里 家里面其实事实上 发生家里的位置 发生到包含像浴室 客厅 或是说一般我们居家的 那个卧室 甚至于这几个地方 都有可能是儿童 发生意外的一个 主要的位置 那他们都是跌倒 插伤撞伤还是烫伤 其实这几种伤害的 发生的几率都有 那我们依据最常见的 几种伤害的那种 事故的比例来看 其实占最大比例的 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 撞伤压伤夹伤 割伤刺伤这个部分 因为小朋友在玩 所以刚才主持人所提到 那几种伤害的那个类型 其实也就是我们儿童 发生伤害的 主要的几种类型 那第二个当然就发生 跌倒跟垂落 那这个部位大概 也是占了三分之一 那最后一个才是 当然目前我们知道 交通的那个混乱 马路如虎口 但是也占有 那就比较户外了 比较户外了 所以根据我们现在 所了解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台湾 现在有人去做分析 就是我们现在居家的 那种那个装潢 包含我们那种地板 都喜欢用那种大理石 或者用那种非常看起来 很明亮的那种材质 但那些材质就非常的滑 另外就是说 为了要看起来美观 还会给它弄地毯 甚至于给它铺上 那些绒毛 其实事实上这些东西 都增加了孩子 在居家里面 受到伤害的那个风险 另外有时候 我们居家里面 包含像我们的茶几 还有我们的桌椅 甚至于床岩 都有很多 突出来的一些美美咖咖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 让小孩子 非但容易在走路的时候 撞伤之外 它万一滑倒之后 其实非但 原来的滑倒受伤之外 还会产生二度伤害 所以事实上家里面 除了平常照顾孩子 看起来就是 家里面是我们最温暖的 一个窝没有错 但是反而家里面 却是一个风险最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家长 在小孩生出来以后 要赶快把家里 再布置成比较适合小孩 让那个危险度要降低 而且桌脚还有油脚的地方 不是都会用那种软垫吗 对 软垫把它贴了 对 把它整个四脚 把它套起来 或者是泡棉 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因为它有可能 在跌倒的时候 它头直接去撞到那个脚 对 好 再来看下一个迷思 好 下一个迷思 就是我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国中高中的青少年 如果感冒的时候 应该要看小儿科 这比我们小朋友都大一点 你要叫高中生去看小儿科 会不会他会反抗 那能看什么 我们来看看答案 还是看内科 我们看一下 加一科 对 真的 你看 儿科医学会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所建议的 呼吁18岁以下看儿科 儿童青少年 因为身心都是处在发病的阶段 发病的症状 治疗方式跟成人不一样 所以他建议 这个时候其实要看这个儿科 我知道了 那儿科应该改个名字 对 儿童及青少年科 这样可能大家会不会比较接受 而且一般的 就是高中或国中 会有想要叛逆 他说我这么大 干嘛去看儿科 你看全部都小儿科 哭哭闹闹闹 我要去看什么小儿科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呼吁 事实上是非常合理 当然13岁到18岁这个阶段 事实上也还是我们在 不单纯是在身体的发展 发育 还有各种身体的器官功能的进化成成人阶段 这个部分都还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所以这个阶段上 儿科医师事实上在这个地方的角色 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 那当然有很多儿科的一些特有的病 其实那些特有的病 它的治疗的模式 事实上跟成人是完全不同 比如说有些儿童特有的疾病 比如说像是川崎症 或者说像有一些 像是最近有在 有偶发流行的像麻疹 还有或是有一些那种疾病的表现 它都非常的有一些 那个类似的地方 这还是需要有 有接受过完整儿科训练的医师 来去做进一步的诊断 会比较好 另外像 我们知道有一些病 像是心肌炎 这种心肌炎这种病 它有时候出奇的症状 也非常像感冒 而特别容易在青少年时期 心肌炎 它也是容易引起心脏衰竭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这个部分其实 儿科医师有比较高的敏锐度 我觉得儿科医师在这个 对 这个部分来讲 儿科医师他的责任跟他的角色 我相信应该是毋庸置疑 所以不要看错课 对 我觉得18岁之下看儿科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 而且是正确的 也会节省家长 小朋友很多时间 因为就是 医师告诉你 就是像这样的小朋友 这样青少年 他的治疗方式跟大人是不一样 如果你都去看一般 可能会延误一些治疗 我们来看打错比例的家长 你看 很多人都觉得说 可以去看一般的那一科 那正确大概有45.6 那其他可能就没有做任何回应 副总练有没有要补充 其实因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发现说很多父母 其实儿科医学会以前也做过 那时候更夸张 是八成不知道 对 八成不知道 他们儿科医学会自己做过 可是这几年经过儿科医学会 他们宣导 我们真的觉得说 有些小朋友是从小看到大 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个医生会看到他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有些特殊的问题 他可以去帮他监测 就像说刚刚朱医师讲到说 那个小朋友如果发展比较慢 他可以去帮忙他 去提醒他去注意 我想这个看儿科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很多的药 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有很多的药 他会特别设计给儿童来使用 因为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在喂药的时候 因为有的有的时候 他会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 是只有这个青少年 或者国中部去看儿科 有的人为了方便 他可能就是 就是直接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说孩子感冒了 那我们自己带来送一下 就一起看一下 对对对 他只是想说 不是不是 可是可是 可是这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不仅仅是刚刚我们朱医师 所提到的 他有些特殊疾病的问题 另外他备药也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备药 因为这个刚好是因为 我是药理学的老师 我特别想到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们特别对小孩子的用药 有特殊的一些剂型 所以如果说你把大人 虽然是大人的药 他可以拿来用 但是他那个剂型不对 所以有时候在喂药 或者是这个准确度上 就差别很大 对因为我们一般小孩子的药 如果变成那种是 所谓水溶性的话 他量测起来非常好量测 准确度就很高 但是如果说你是定片 那他因为没有设计给小孩子 那你要回去切 我跟你讲 那都切不准 那一切呢 打个喷嚏 这就是飞框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小儿科 比较像我们邻里的医师 所以我们从小就带小朋友去做 家庭医生这样 你只要像 这假之比较像我们的家庭医生 就很亲切这样 所以大家自然觉得 就是小朋友长大 那就是 可是刚刚潘老师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大人感冒 其实要跟小朋友分开 当然那剂量是不一样的 不能说小朋友感冒 我们就顺便也就吃 那剂量不一样 然后因为今天讨论出来 我才知道 因为有时候我这样去看 难过我的感冒都不会好 我们先进个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有一些关于发烧的问题 我们要特别来问一下 解答一下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 健康的一些名字 特别在儿童照护上面 还有 对 来 副总编告诉我们 另一个名字 好 我们这一次 其实问错最大 错很大的这一题 其实是我们会问到家长说 咳嗽不可以吃甜的东西 或喝冷饮吗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办 对 咳嗽不要喝冷饮 对 也不能喝凉的 因为有痰 平常就不要喝那么多了 我们中医都会说 咳嗽一声痰 对 就尽量不要吃甜的 好像吃了甜的嘴巴会黏黏的 好像更不容易把痰咳出来 对 喝冷的话气管不是更冷 他就是咳嗽更厉害 所以我们是问冷饮 不是喝冰的 冷饮 是冷饮或是冰的 真的就是 真的是错了 其实虽然中医有这个说法 可是其实就西医 也许等一下朱医师可以再补充 就是说 它的痰是那个呼吸道的分泌物 但是中医会认为说 痰是好像各个器官 如果太燥热 会生出来的东西 所以中医会认为说 不应该吃甜的 可是因为我们这次 主要是以西医为主 所以其实没有资料显示说 甜的东西跟冷饮 会诱发小朋友咳嗽 对 所以其实甚至我们在 有一些小朋友或是我们的同事 他们小朋友从美国回来 他们就会说 小朋友他扁条腺发炎的时候 他们会西医或是美国的医生 会建议他们吃一些冰淇淋 喝一些冰的东西 会让他比较舒服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 在西医是比较没有说 那么样多的食症 说会不可以吃 但是确实我们在这一次 很多父母会认为说 对 有将近九成 会认为说 等于十个人只有一个人答对 但是 答错 但是有很多父母是严格到说 连一点点甜味的东西 都不让小朋友吃 我们去问过小儿科医师 他们就会说 那个禁止到小朋友觉得很痛苦 结果反而他会去偷吃 对啊 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在咳嗽的这件事 在病理生理学的观点 其实甜食实在并不会去加重 那个咳嗽的症状 那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就是 因为这一句 我们传统中医的这个理论 以至于变成说 完全限制了孩子 连甜食都不让他吃 其实有很多孩子在咳嗽的时候 也就是他在生病的时候 他其实食欲本来就不好了 对 事实上在 我刚刚也提到 就是在那个传统咳嗽 这个理论里面 这个部分其实 并不会因为 摄氏多的甜食而加重 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当然有些孩子的体质 他是属于比较特异的 敏感的喉咙的体质 有些孩子确实 他一吃了甜食 他反而会引起局部的 那个地方的敏感 鲜毛动作加剧 他会加重咳嗽的症状 不过这个地方是属于 另类来讨论 那如果针对绝大部分的 小朋友来讲起来 刚刚副总编也提到 有些孩子在生病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爱吃东西了 你可以让他吃一些 比较口感好的东西 当然知道口感好的东西 很多大部分都是甜食 可以吃一些布丁 或者其实有时候可以 像刚刚所提到 如果有时候在喉咙很痛的时候 吃一些冰淇淋 其实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真的是可以的 那他应该很快就好了 而且希望常常咳嗽 不是 难怪没事 有些小朋友都很期望 只要一咳嗽 你知道吗 我就马上问我说 妈 医生们说我扁条性发炎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这样就可以吃冰淇淋跟布丁 对 他反而会觉得更舒服一点 不过还是针对一些 比较特异体质的孩子 比如说像油炸的 或者说特别 有些孩子特别 他的体质一碰到甜食就不行了 当然这个部分 可能在医师在探寻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留意之外 其实我认为 在这个观点上来讲 我觉得甜食应该不要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真的是 我可能不希望用那个自便 矫枉过正了 一直让孩子在生病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口味不好了 又让他不让他吃东西 可能反而变得 没有足够的营养来 去让他的病情来恢复 那冷热饮呢 那咳嗽的时候 小孩子是喝热饮比较好 还是喝冷饮也无所谓 当然如果有些孩子 他如果正好是在 急性期的时候 不过这个地方 还是要将一些特异体质 就是说有些是敏感体质的 他特别容易在碰到 凉的或者冰的饮料的时候 他的气管就会产生痙软 这个部分当然要另当别论 我是针对说在那个急性 一般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的孩子 一般所谓的感冒的孩子 我相信这个题目 应该把这个观念给他理清 我想可能做个 比较明确的说明这样子 那潘老师那是不是表示说 咳嗽的小朋友生冷不羁 这中间这一题牵扯到 就是台湾人的文化问题 所以你今天要叫这些 所谓的爸妈妈 硬要改过来很困难 但是接下去我要讲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刚刚朱医师 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他感冒以后 他的喉咙已经肿大了 然后他完全不吃东西的时候 那因为他完全不吃东西 他没有养分 这时候我必须要建立一个 后勤补给他 他的病才会好 这时候我可以破例 给他吃冰淇淋 因为我知道 他吃冰淇淋不会怎么样 我会给他吃 因为我的观念是正确的 我知道他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说在他其他东西 都吃得很好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这个鸡汤喝得很好 面吃得很好 牛奶喝得很好 那对不起 我冰跟甜品一样不给 你的意思是说甜食能 对对 因为他吃下去 他吃下去之后 他虽然喜欢吃 可是他吃下去之后 我认为营养补给的均衡度 跟营养度没有那个高 所以如果他愿意喝鸡汤 我愿意为他喝鸡汤 他如果愿意吃青菜 我愿意为他吃青菜 他愿意吃水果 我给他吃 要喝牛奶 但是我不愿意把 他能够吃这些东西的空间 拿去给他吃 冰淇淋给他吃糖果 门都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知道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正确的答案 那怎么做跟怎么做 这是文化的问题 这是文化的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题 对 你看我们大家拉肚子 孩子拉肚子怎么办 是不是都给他喝些 比如说要喝什么运动饮料 然后把他 医生都说 你把他二分之一 加一点水 对不对 然后补充一下电解值 你觉得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对啊 对啊 不然他没体力 对啊 会虚脱 你看我们没有 我们在座的家长 没有一题答对 我也是觉得对 结果他现在答案是错 对 他说孩子腹泻最怕造成的脱水和电解值 不平衡 但不建议喝运动饮料 一是太甜 因为他真的是甜度蛮高的 然后再就是稀释一半 最好是稀释一半 然后有时候糖分还是没有太高了 没有办法降下来 然后就再则运动 有要电解值成分的浓度 也不适合小孩子 这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知道吗 跟我们一样 达错比例有多少 错很大吗 真的很大 所以你看 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在这七层里面 因为医生也是这样跟我们讲 拉肚子 脱水 你就拿运动饮料 把它各分二分之一稀释 可是通常小孩子不会 说这个好喝把它脱割完 我觉得我们受运动饮料的广告影响太多了 整个电解值跟运动饮料好像画上等号 要补充电解值就喝运动饮料 不是白开水 其实这个运动饮料 这四个字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个很清楚的厘清了 它竟然为运动饮料 这如果在急性肠胃炎的时候 如果用运动饮料来去做这样子的弥补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目前有相当多 在急性腹泻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是会产生电解值不均衡 容易会产生脱水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建议要用医师来开立 我们所谓的口服的点滴 就是类似于所谓的口服的发泡钉 经过我们一定 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平常 在门诊的时候 或者说也可以经过我们门诊开立之后 请他到药局去购买 然后可以居家的时候 非常容易就给他做调配之后 有一定的比例 而那个调退出来的比例 就是最合适在急性腹泻的时候 它的肠胃到里面的状态来去吸收 而且事实上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也将这种所谓的口服点滴 视为是在急性腹泻的时候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式 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去施打点滴 因为我们以前常有说在拉肚子的时候 到医院可以煮大宅的 事实上这样子的概念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减少这样子的医疗的耗费 那我想大概可以把这个观念做个厘清 这样子 所以这运动饮料就不建议了 不建议 而且你这样一生太子方签 对 用口服注射 因为小孩子最怕什么 找不到血管 你看我长那么大 还找不到血管 我塞成这样子 对 所以说你会很害怕 就是宁可用口服的点滴 因为这个毕竟适合小孩子的一些配方 搞不好大人的部分 还有大人的剂量存在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接下来这题也是很多家长很伤脑筋的 该怎么办呢 你看发烧很危险 会把孩子的脑袋烧坏了吗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想 超过38.5%就觉得很紧张了 对 脑筋会被烧坏 其实应该是不会的 是不是这样 发烧不会烧坏脑袋 对 他说如果你认为会的话 那就是错的 你看 事实上因为发烧不会烧坏脑袋 那原来的疾病 而是说原来的疾病 可能像是脑炎细菌性的脑膜炎等 造成智力受损之后的后遗症 那注意发烧是症状 重点是找出造成发烧的病因正确来治疗 好 我们来看看百分比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定也很高 对啊 大概也有 我们看一下 那观念错误的话 有56.2% 很高了 那表示说有四成的家长已经知道说 发烧不会烧坏脑袋 对 我们发烧是身体的一个正确的防御反应 因为当有细菌或病毒入侵的时候 他等于就是说是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那我们身体本身就会有一个调节温度的机制 我们不会在我们能够调节它的时候出现问题 那我们只有一种情况是会把脑袋烧坏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调节温度的功能丧失了 那什么时候会丧失掉 中暑 中暑就是我的温度调节丧失了 但是如果我没有中暑之前 我温度是拼死命的会维持 因为我有很多的机制 比如说水分的补充 发汗等等的 它都会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所以它是不可能被烧坏的 但是呢 每次在电影上看到 或电视上看到 然后发烧出现问题 它不是发烧造成的 它是后头的那个 不论是病毒性的脑末炎 或者是细菌性的脑末炎 攻进了中枢神经系统 然后把这个神经给弄坏掉 不是发烧 就把神经给弄坏掉 不是被细菌弄坏掉 是被病毒弄坏 不过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一直都觉得好像病毒 比细菌还来得严重 一般都这样认为 比如说像感冒 如果流行性感冒 就是病毒引起的 所以然后像什么艾滋病 什么这个肝炎都是病毒 就感觉上病毒 好像比细菌来得严重 不过在脑末炎部分 细菌性脑末炎 比病毒性脑末炎更严重 所以这刺发性的 也就是说是 通常是先有一个感冒 身体变弱了 然后没有好好地去治疗 结果刺激性 就是等着机会的那个细菌 突然间攻进去 攻进脑袋 造成的这个激发性的感染 甚至还有菌血症 对 这些都是很容易致命的 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常讲说 某某某的脑袋烧坏了 本身这个语意就错了 脑袋是不会烧坏的 不会被发烧烧坏的 其实刚刚潘老师也说得很清楚 其实发烧烧是一个症 它不是一个病 事实上我们就 我们临床的观点 事实上我们需要找出 那个症的后面的病 刚刚潘老师所提到 包含一下脑末炎 脑末脑炎 甚至于就是菌血症 这些都会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 去产生伤害 不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系统 受到这些病原的伤害 而导致的原因 所以事实上烧本身 代表了我们身体上 在开始做抵抗的一个讯号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 有很多概念上 就是说我们对于发烧的 处理方式 其实可能有几个观点 我可能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有时候小孩子发烧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寒战 我们认为他在怕冷的时候 反而要把它包得很紧 甚至于让他去洗热水澡 这样反而是错的 因为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事实上 他是试图想要把热做散失 所以应该这个时候 应该要用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温度 我们可以用大概30度 31度的温度的温水 给他做试浴 在过去甚至于有人 还用酒精来去给他做退热 这是非常错误的 非常非常错误的 那是非常错误的 我这个地方一定要强调 那个是非常错误的 穿厚毛衣把汗逼出来 把汗逼出来反而会也是错 因为他会让热的散失 没有办法有一个很 很顺畅的排出的一个路径 甚至于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而让他的很多的热 闷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反而会容易产生像 刚刚潘老师所说的 温度的控制的 本来自己体温的调节的功能 反而受到伤害 所以我觉得应该 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说 在发烧的当下 我觉得事实上发烧 对于发烧的担心 事实上中外皆然 对 包含每一个孩子 有发烧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 家长都会担心 家长都很惊喜 事实上我觉得发烧的问题 应该是要找出 它所产生发烧的潜在原因 找出病因 而不是只是试图想要 把烧退下来 虽然我们现在讲到 就是说发烧 是不会把脑袋烧坏 然后所以发烧 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不要太紧张 这个都对 都对 但是你都知道了之后 你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小朋友在发烧的时候 你还是要观察 他有什么其他症状的伴随 其他感觉 对 这要非常注意 就是说你如果有其他症状 伴随的时候 还是要立刻送医院 你不要跟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发烧没关系 不必紧张 我没讲过这句话 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们只讲过发烧 不会烧坏脑袋 并没有讲说发烧不重要 所以那你如果发烧 假如说今天你去看过医生 然后他把退烧药开给你 你按照这个规定 在一两天之内 假设说小孩子活动力 然后还有他没有这个 肤色没有异常的苍白 眼睛没有胃光 然后没有嗜睡 对不对 或者语言不清 那这个OK 假设说他还能够看海绵宝宝 他还能够看派大星 那反正OK 那如果说不是 他在那边一直睡觉 都完全不起来 也不活动 什么东西都不吃 然后看到光线会胃光 甚至神智不清 我跟你讲你立刻送医院 你立刻送 对对对 好不好 这个话我讲过很多遍 但是我还是要多讲一点 所以我们要观察小朋友的活动力 以及有没有其他的征兆 伴随着发烧 我们今天要上一课 这个比较重要 没错 对 好 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好的爸妈 对 有健康观念 好我们先进到广告 广告回来再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好 这个七大的观念 真的很重要 对 我们刚刚讲非常棒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七岁以下的儿童 总共提供九次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 所以不是说小孩子生病 才去看医生 健康的小孩子 也要定期的去拜访 这个小儿科医生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中华民国政府所提供的 这个九次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 就可以评估小孩子的发展 他的身体跟心理的发展 是不是正常 那如果 当然是我希望大家都非常的正常 这几次做完之后 大家都很快乐 但是如果一旦发现 有不正常的时候 如果能够早期治疗的话 你比如说是 你在三岁前就能够接受 一年的早期治疗的话 比起你日后花上十年的功夫 来得还有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的原因 那因为小孩子本身在成长的时候 大人都只注意身高 体重 对 然后或者是到了这个 男生女生 比如说女生到了十二岁月经没来 或者等等你才注意到 那都太晚了 如果你能早期知道的话 那就差很多 那另外像健康手册里面 他也有那个量表 就是说你到几岁身高是多少 所以你就有那个曲线 然后你量完之后 你就自己去画那个曲线 你就知道说 不要去到处问人家说 我这个孩子很爱 不知道有那个无情胸 你就画那个曲线就好了 就很清楚了 而且确实如果说夹者 我们也有遇过就是先天性 比如说生长激素分泌异常 那么产生的问题的话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早期有小儿科医生给予 那个生长激素的话 他就可以长得很好 但是如果等到小孩都长大了 那个生长板都停了 然后你再来跟我讲说 那那个那就没有用了 就爪然五号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善用儿童健康手册 那么定时去做健检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但是这第一个是很特别的是 因为现在的家长很难 二十四小时照顾小孩 那他有的时候 他把他送到这个托育服务的机构 然后他托给人家的时候 他就要跟他讲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这个小孩子 是什么样的情况 要做好交代 然后等到他下班要接的时候 也要跟这个托育中心讲好说 你今天白天 我这个小孩发生什么事情 要跟我讲清楚 不是说去的时候 对不起我上班 咔塞给他了 然后要也没讲清楚 一包就塞给人家 搞不成怎么吃 然后等到下班的时候 啪一爆就爆回去 今天发生什么事 他又不知道 那就不行 就像打排球 只是打过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换手照顾 就是说当你在换班的时候 要把所有事情都问清楚 对对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 这次调查就发现说 所有小朋友的健康 其实父母是最重要的 守门人跟照顾者 妈妈生病 她没有办法自己说 爸爸我要看病 然后拿健保卡 自己去找医生 其实都需要大人去观察 去注意 去交班 然后去好好的 呵护我们的小孩子 真的大家现在越生越少 每一个孩子都是宝 那但是父母 真的要多花一点心思 不是只给他好玩的 给他三餐的饭钱而已 而是说如果他不舒服的话 或者说我们自己 有一些健康的观念 对孩子来说 才会好好的长大 然后养我们的未来 对 对 养我们的未来 所以记得是父母 不是祖父母 也不要把责任交给上 对对 那瑞玲你会未来做第二个妈妈 应该更有经验了 当然了 而且你看我说 刚刚健康所课 这么的完整 你知道吗 从头看到尾都好好看 而且把我之前你知道 这么整理我都有很多错误 就是有把爸爸搬回来 这是一种砂漠的 我说 PaństBO 我要保译 他们唯一 都放 settled 不惯 25 我真的 人 牙 牙 pathogens 这义 顿